高雄县的桃园香梅山村 同样的也是在情惨重的地区 当地许多民众都被安置在一处天主教堂 慈禧志工也赶到教堂来抚慰受灾相亲 也针对安心旧学计划展开了解 这份爱跨越了宗教 让受灾相亲重建之路不孤单 慈禧人蓝天白云的身影 在雪白的天主教堂里穿梭 这个景象不但不会突兀 反而格外的和谐 虽然宗教不同 但是慈禧志工像亲人一样的关怀 已经完全跨越彼此的隔阂 平安吉祥 这一次的八八水灾 特别谢谢慈禧这个团体 所以你们过来看我们 为我们来讲是很大的一个信心 另外一方面让我们更了解 更认识慈禧 高雄县桃园香梅山村 当地受灾相亲大多被安置在天主教堂当中 慈禧人第一时间前往关怀部位 了解受灾相亲的需求 我觉得我现在最迫切的需要就是赶快回学校上课 然后得到一个安置 然后让心情平定下来 慈禧的安心就学计划也同样在梅山村落实 梅山村的孩子有很多都是因为注册的困难 阿山人一再叮咛就是说孩子的教育不能等 我们这次补助的那个注册会就是前耳的补助 解决生活上的难题 让孩子能安心念书 受灾相亲才能专心重建家园 而慈禧志工的关怀将持续陪伴受灾相亲走未来的路 大爱新闻郑山美志工高雄总和报道